如何在开学季穿出好衣品,不想过于夸张但却又追求时尚别致,看了太多的明星带过欧美街拍,但是都不适合学生保的自己,不如曾跑同样是亚洲身材比例的韩国女孩们的搭配,从中收获最实用的学生搭配,带来不做做又充满元气的开学穿搭指南。 闺蜜,同学搭配开学后,就又能每天和闺蜜同学相聚在一起,更不能少了小伙伴们之间的衣品搭配,穿最合拍的衣服,向其他人宣告你们之间的默契,相似的穿单,统一的风格感,一种时髦感爆棚的姐妹花结伴出街,一定会迎来旁人羡慕的目光。 软蒙每次搭配像是漫画中走出来的少女一样,隔纹衬衫与纯色衬衫都是比较清纯的校园风格关键词。 蓝色或是白色加班布包家庭底鞋,在校园想成为亲钱可爱的软蒙少女一定不要错过这样的搭配。 简洁风格搭配没有过于繁琐的设计就算小小的改变,也足以提升整个人的形象,一件件足够金属款的针织衫,虽然款式简洁。 但是用叠穿混搭,不同的颜色,腰带的位置这些小星期增加质感,细节要够特殊专门的设计,让人眼前一亮,调的是颇有效远感的元素。 伴随着清心和惬意,也是超适合学生党的单鞋,选择裤装就算是入学时打扫警示忙起那忙后也能轻松应对,这样的搭配时穿又足够方便,亲切感搭配一件真之衫。 作为清心甜美的主角搭配更是在合适不过,早晚呗,两作为外呆,中午可以披在肩上增加造型的层次感,与裤装的搭配中和过半的甜美,给人带来亲切可爱的好女孩感,温柔的裸子也是能够增加好感度的利器,与牛奶裤搭配有够可爱。 清日气息学院风搭配开学之后天气就没有那么的闷热了,一件适合在早秋穿搭的上衣可一定不能少。 林格王真之衫,用她内搭衬衫和提示随性又舒适,通过卫衣与各种下装进行搭配,无论是连帽卫衣还是圆领卫衣,都能带来青春黄绿气息,西装外套可以挑选黏麻材质,轻薄透气更加适合在初秋搭配,推荐不会有重量感的色彩,觉得搭配简单可以通过帽子的融入增加流行度,色彩新学期新气象。 用出挑的颜色,让造型更加充满活力,普通的日常穿腻了,像在开学时换个花样,只要选择一件带有色彩的搭配融入,就能瞬间产生不一样的效果。 亮丽的色彩搭配以各种搭配姿态,呈现出文艺少女的气质,酷感日常人气搭配清爽甜美搭配,看过这么多搭配示范,讲到学生感的穿单不再单纯的只会用T恤搭配运动鞋了, 做个时髦工准备迎接新学期,在新学年晋升成为又会穿悠个美的女神学爸爸。